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画面的右侧的时候只有你右边的耳朵在下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音频咬异 当然音频咬异包括立体声的咬异 也包括环绕声的咬异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在检查器面板的音频检查器这里 然后下面有一个声像 声像的右边有显示或者是隐藏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开头的那个左声道和右声道之间的咬异是怎么做的 还是以这个边头为例 我们先找到我晃动的那一边 从这里开始 我们选中这个素材 然后在模式这里选择立体声左右 选择完之后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数量 然后这里有一个滑块 现在我来一边播放一边拖动这个滑块 大家来听一下它的效果 比如说我现在在画面的左侧 然后我现在移动到画面的右侧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立体声的音响 或者如果你戴着耳机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 如果把这个滑块拖到-100 那么它只有左声道在响 如果把它拖到100 那么它只有右声道在响 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像这样的音频摇移 制作它就需要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个功能 叫做关键帧 我们先找到它的起始点 就是它刚刚向左边移动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根据人物的移动来继续添加关键帧 我们拖动一下时间线标头 发现到这里的时候 它刚好移动到左边 这个时候我们把数量拖到-100 这个时候就只有在左声道响了 然后我们继续向后移动 这个时候它刚好移动到右边 然后我们把数量调到-100 这个时候它就只有右声道在响 然后我们继续 这个时候它移动到了中间 然后我们把数字直接变为0 可以直接输入 这样的话它也会自动创建一个关键帧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播放试听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画面的左侧 然后我现在移动到画面的右侧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立体声的音响 或者如果你带着耳朵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它的工作方式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它有什么用途呢 比如说在一个影片镜头里 同一个镜头里有两个人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当左边的人说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音频往左边稍微摇曳一点点 右边的声道也会在响 但是你可以通过耳机或者是立体声的音响 明显感受到左边的更侧重一些 这样它就会有一个空间的感觉 这是根据你影片的实际需求来调整这些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环绕声是怎么摇曳的 在进行环绕声摇曳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项目声音是环绕声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我们创建的项目 然后在检查器面板点击修改 然后把音频从立体声改为环绕声 点击好 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环绕声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素材来看一下环绕声的摇曳 这个素材呢是我从远处慢慢的向近处移动 然后我们同样是在声像这里 点击基本环绕声 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声像器 声像器的图形面板这里有五个喇叭 它们分别代表着左声道 中声道 右声道 左环绕和右环绕 播放环绕声是需要设备支持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去看电影的时候 电影院的音响是一个圈 那么它就是一个环绕声 然后在有时候呢是左边的音响在响 有时候是右边的音响在响 然后它就是也是一种摇曳的方式 其实增加一种空间感 在声像器的中间有一个圆点 它是可以拖动的 然后在每个喇叭下面都会有几个点 这几个点代表着音量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最前面 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着只有这一个音响在响 剩下的音响都被关闭了 然后我把它往旁边拖动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音响没有在响 剩下的几个音响呢 以不同的音量在播放 它的音量最小 现在我一边播放音频 一边拖动这个圆点 大家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冬瓜24 欢迎收看本期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是环绕声的音频摇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它跟立体声的摇曳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们先恢复一下 像这个素材它是由远到近 我们也可以利用关键帧来处理一下这个音频素材 比如说在开头我们先点击一下关键帧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往上拖动一点 就是它现在在一个远处的地方 然后我们将这个时间线标头移动到这个素材的最后一帧 其实现在如果把它放到这个片段里面 它不是最后一帧 我们需要再按一下键面上的左键头 然后呢现在才是最后一帧 这个时候我再把它放回到这边一点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效果 我们来试听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冬瓜24 欢迎收看本期 法轮卡的Pro教程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是环绕声的音频摇曳 其实我们用立体声的音响 或者说立体声的耳机 其实是听不出来它的太大的效果 如果你是有环绕声的设备 那么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的不一样 那么现在这个状态就是 正前方的音响它是音量最小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点 那么刚刚这种摇曳方式就是 前面的音响从声音大 然后呢变成声音小 然后左右两边呢 从声音小变成声音大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从远处到近处的一个效果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影片是在什么地方播放 如果播放的地方呢 有环绕声的设备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输出一个环绕声的视频 但是如果你是上传到视频网站 大多数的视频网站是不支持环绕声的 如果我们输出一个环绕声的视频 上传到视频网站 那么其实是听不出它的神奇的 只有在有环绕声的设备的情况下 才会听出它的神奇 在我看来音频遥移的这种空间感 其实是可以给影片加不少分的 然后在声像器的下面 有一些数值 挑截这些参数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效果 这个LFE均衡指的是低频部分 我们直接拖动它 也可以直接在图形的声像器那里看到效果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 然后模式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其实它们的原理都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当然在基本环绕声这里 它也有一个数量 你也可以直接拖动它的滑块来创建关键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耐心可玩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且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冬古24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